Hello,大家好,我是小神 今天我有个朋友拿了一个充电器过来 要给他修一下 它这个充电器是一个电动车的充电器 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充电器 它和一般的充电器不一样 大家知道我们一般的电动车充电器 就是千酸电池的充电器 可以看这个是锂电池的 我们从这个后面也可以看到 锂离子电池专用充电器 48V 那么它这个充电器怎么坏的 就是说摔在地上摔了一下就不行了 说这个只是灯亮 但是不能充电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来通上电 好,我们看一下通上电之后 这个绿灯是亮 然后这个绿灯好像有一点点轻微的闪烁 那么我们测一下这个电压 我们剩下的这个输出电压 我们把万元表拿过来 17V 它这个电压在跳动 17V 17V30多V的跳动 我们用这个数字万元表不怎么好直观的看出来的话 我们就用指针万元表 我们来看的话就非常明确 我们首先打到这个50V的档位 我们把 看一下 大家现在可以看很明确 这个指针在摆动 就说明这个输出电压不稳 那么这有可能是叫这种充电方式 它是这种脉充充电的 当然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 它说之前是可以用的 我们来拆开看一下 因为它这个摔过了之后 它这个已经全部摔断了 我们直接拿出来看一下 先把电拔了 我们把这个板拿出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构 这有两个开关管 然后这有两个输出控制管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二级管 然后这里有个光偶 这里还有两个光偶 那么这比我们一般的充电器 复杂多了 大家看这个反面还有这么多芯片 然后它这个是没有散热风扇的 那么像这种问题 它这个位置来输出电压在抖动的话 那么我们就直接测量一下 输出的滤波电容 这里的这个位置的电压 什么情况 我们直接测量一下 它这是48伏的充电器的话 应该这个输出电压 应该会越高于这个48伏 通常电脑 我们来看一下 53伏 53伏 它这个电压也有一点 也有一点动 我们来用 再用指针表测一下 看 它这个 不知道大家可以 可不可以看到 这个电压用指针表测的话 好像也有点抖动 大家在手机里面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非常不明显 我把这个档位打小一点 看的话可能明显一点 现在大家看一下这个指针 这个就比较明显的 再晃 那么当这里的电压 这个滤波电容 这里这个电压输出也在抖动的话 就证明这个不是后面 这个控制电路的问题 它这里控制充电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运放 运在放大器 这个前面就是震荡部分 那么像这种情况 我们测一下这个300伏 看看它有没有 这个抖动 这个300伏抖动的话 就有可能说明这个电源 在间歇式的起震 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个针是有一点点抖动的 那么就是说这个电源 一启动的话 相当于这个300伏的电容 带上了负载之后 它就会下降 但是下降一点点 那么我们现在直接 我们找一个负载 找一个负载接一下看 我们把这个负载 直接接到这个电容这里 这个接到这个 这个输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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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它这个电压怎么样 大家看这个电压是有的 我接上这个负载 看之后 接上负载之后 这个电压急剧下降 我这个灯泡 是一个40瓦的灯泡 那么按说的话 这个充电器的话 带一个40瓦灯泡的话 是完全没问题的 那么它这个 电压下降的话 就说明它这个 带载能力差 那么这个带载能力差 按我们经常的经验 一般就是说 刺激的滤波电容损坏了 但是我们就要 根据它用户描述的情况 它说是摔了一下 那我们就肯定 不会怀疑这种 电容容量失容了 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也仔细观察一下 电动板 观察一下 就没有发现 哪里有摔破 或者摔坏的痕迹 那么我们按照这个思路 我们就按正常的思路 这个带不起负载 我们排除电容的故障之后 我们来查一下电压 那么我们查的话 这个带不起负载 就说明触及的功率不够 触及的功率不够 就有可能是 二次供电 就是之前我讲的起动电阻 讲过的这个持续 给这个震荡芯片提供 这个供电的这个电路 那么如果这个电路有问题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芯片 它在每次在这个 起动电阻给它电 它起动之后 但是由于后面有负载 它又带不起负载 因为这个起动电阻 限流之后 这个电流 远远不够 远远不够给这个震荡芯片来工作 那么这个芯片就停滞工作 但是这个芯片停滞工作后 它没震荡之后 它后面负载就相当于是没工作 那么这个启动电阻又给它电了 它就又可以工作一下 那么就出现一个间歇式的震荡 那么我们就现在来查一下 这个二次供电 就是这个持续供电这一块电路 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的这个视频 就可以先大家拍到这里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 接着来给大家讲一下 怎么找到这个电路上的 这个二次供电的这个电路 好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视频的朋友 点赞关注和转发 我是小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